好,繼續回到第二節的東萬無雙,繼續講講Jump的編集將 剛才我們講到第二節的後壇講起這位空降師 有短見沒有長見的規劃之後,下一任就糟糕了 搞了個爛灘子出來怎麼收播呢? 不算爛灘子,他還未算爛灘子 雷曼爆煲之前,他成功離任 下一時就叫我雷曼爆煲 這位不幸,後頭腳就是不甘送宴 他任期很簡單,1993到1996年 剛才說過,1996年期間就是大批漫畫相繼完結的時候 大批名作完結的時候 可以說一下實際數據 1995年,Jump最輝煌的銷量達到653萬部 但到了1997年,2月就馬上急降,剩下420萬部 這時候也是唯一一次,Megasin終於可以闖上裝神話 開始是第一位了 掉下去了,第一位了 你看到剛才我一話八歲,我們說94年完 鳥三明龍珠95年完 Slamdon96年完 就是他的作用的時候 不知為何會全部一起完完 大家約定的位置 基本上這位佛光信義先生也是經歷過最高 亦經歷過一個低點的作家 對,不知有過山車幾個畫 高於是衝的低點 其實這位編集長也沒有什麼說 他也說他不幸 不幸啊 代水高揚 後壇說起沒有提拔過什麼新作品 新作家之餘 到他實際上,腦那批都走完之後 他就立刻鬥謀 因為銷量下跌,當然要贏夠持積 這是很正常的做法 所以下一任唐山要接手就是 是廖賭和賢先生 廖賭和賢先生 廖賭和賢先生 是黃彥興 原來他就是當年做過龍珠的編輯之一 他有多厲害 想當年廖三明畫到沒有東西很畫 他想結束龍珠 我好像要回家去耕田了 我不想畫了 然後和賢卿就說 不行,繼續畫 這麼好畫的東西不畫不行 然後廖三明就說 不行,龍珠 地球第一了 怎麼畫下去 然後和賢卿很輕心地說 很簡單 做宇宙第一就行了 然後他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然 他之前何故都說 跨媒體連銷 怎樣玩自入食行銷 把漫畫怎樣最大壓榨資源 賺很多錢 出遊戲 怎樣跟廣告室合作 他很熟 所以在他做總編集長的旗下 想很多辦法 就是把跨媒體行銷 去隔回島 因為當時已經是一個爛灘子 沒有什麼連續 最低消量的時候上場 究竟怎樣去救這本周刊雜誌呢 當時出了三本都很出名 當時很出名 第一就是高橋和氣的遊戲王 和月三雲的浪客劍心 甚至是騰其龍的風神宴 這三本抬頭的時間 這三本有什麼特徵呢 上次也有說 其實他們有很多內容 其實跟跨媒體的遊戲 是息息相關的 例如遊戲王的卡片 浪客劍心的很多招式名 還有角色設定 是對戰用的 有些是防禦型 有些是攻擊型 有些是高速型 分好類型 就可以隨時讓你進入卡機 選擇遊戲 這個其實在《風神演義》這本漫畫 都詳細表露出來了 其實有些資料我都覺得需要補充一下 其實在那個時候 他救了《風神演義》 其實這個編集長也很有軟件 在那個時候 其實《One Piece》和《Naruto》這兩部作品 其實當時的兩位作家 美田榮一郎 和昂本齊士這兩位作家 其實都是他發掘出來的 《Naruto》當時一出就 大家都知道是可以的 但是《One Piece》是長遠計的 他一開始是不受歡迎 但有機會下去 也要多謝這位編集長目斬他 是的 其實當時在他做編輯的時候 《廖三明》和《桂正和》這兩位作者 大家都知道他們兩位是好朋友 其實他們兩位作品 在《唐日半周刊》連載 都是這位和彥興去撮合成 做編集長不是靠規矩 規矩是死人活的 就是如何救獲 一家公司 用回他最拿手的絕招 要是求人情 當然是天下道理都通 其次是他折入色行銷 將他旗下的漫畫 如何推銷出去做 其他跟任天堂合作出遊戲 什麼出遊戲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當然因為他的影響之下 其實我覺得不太好 就是將《針》的畫風定型 你看到之前《七年正美》 也好 大量的網貼 或者《龍珠》 那些比較圓滑的線條 也好 後來比較少了 因為他要方便你遊戲化 如果你的作者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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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藤其龍》這款 其實是不方便遊戲化 有些後來比較少了 其實說起這件事 我可以補充 其實後來的2000年代後的漫畫 其實大部份的線條 都相當簡化 也沒有了以前那種 以前的漫畫 其實線條是比較變化 也很大 方便跨媒體改造 如果你畫得太怪 人物設定是厲害 別人遇不到你 就會有什麼作畫崩壞 或者跟原作人物相差很遠 那些粉絲也不買 所以要方便其他廠商去製作 在製作之下 所以你前期的作者 不要太厲害 不要太過跌端 就是這樣 即是他漫畫出來的時候 編集中已經想定了 是橫向發展 即是出了figure 遊戲 這些商業擴慮的東西 例如我們之前說動畫 有些角色不適合figure化 因為他有面形畫風問題 所以現在針他沒有問題 因為針他們會嚴格把關 我們要做一個跨媒體化 去出figure 你畫到這樣 三千八角的 好像賭物線路一樣 怎樣接你呀 大哥你走開一點 即是否做不到 又未必做不到 成本 但就不合過經濟效益 即是合心的長遠發展 後來也不如說下 下一位的編集長 短暫任期的編集長 就是高橋晉昌先生 為何說短暫呢 因為他的任期只是兩年都不夠 其實他是由2001年直到2003年 第10號的任期 剛剛好就是 因為當時針安寧萊 紀念的時候 即是他不知道 幾年發行紀念 好像十幾年 發行紀念的時候 剛剛不小心死了 其實是撤死的 對 大致 即是他未有做過什麼大事 之前就已經臨了 所以當時針是亂了一團 唯一比較出名的 就是當時 賭代光年 這個不是出名 這個是 這個不應該出名的事件 就是 他很衰不衰 他做的時候 剛剛出現賭代光年 被人拘捕的事 話說 2002年8月 賭代光年 就拿著電話 帶上百萬日圓 去找一個十六歲女 做一些事 做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 做交際 不用說出來 大家都知道 不好意思 被神奈川 拉毀了他 當然有犯得兒童 買春禁止法 因為這件事 針就要馬上斷了他 漫畫之餘 還要燈廣告 燈道血聲明 影響了一陣 補充 先補充 賭代光年 即是現在美食獵人 那位作者 對 這樣也算是厲害 上一頭說 例如之前 有PDA告那個 是誰 榮正豪 榮正豪 為何沒事呢 因為 當時特朗普故意 拿來做一個 擦邊球 要拿來拘捕銷量 但問題是 現在你搞到 被警察抓 因為當時 賭代光年 賭代光年 被人抓上法庭 社會算是一個大事 你沒理由說 你不可以當作刷片球用 因為你登圖聲明 要腰斬 其實都頗大劑 其實是否算是劃清界線 總之不要惹牌上身 即是說這件事 是作者自己出去滾 是他的問題 與我們無關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去到後期 小田健被人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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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還有另一件事 後來也是一些被捕事件 即是Jump的作者 小田健被人抓了 那些當時很少 他拿把刀出去 不想被人抓了 其實他沒有做過事 很無辜 但其實也是 集英社都要馬上出聲明 又說 作者的事 與我們本出版事 是無關的 都要出事 為何當時可以 現在可以 當時他們初出爐 他們可以搏 即是他們沒有後顧 死又死又不死 但現在他們 有穩固基礎 他們有銷量 他們向社會交代 他們不要做太多過激的事 這樣會有少許保守 是正常的 即是公司死了鬼道之後 不要太亂來 要安定些 就是這樣 去到第八個的編集獎 就是慈木正彥先生 這個我不熟 有什麼出現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他唯一可以說 他是前三代編集獎 其實他最初也是副編集獎 開始做起 直到這一刻 其實是2003年開始 才上位成爐的編集獎 其實他有沒有一些 很出名的功績 就不多 但在他的年代出了兩本 現在都很出名的一本 就是在當時少年針的漫畫裡 都算是一道奇葩 就是銀魂 還有現在的白昆馬爆漫 都是由他 一個穿針引線 這兩套都不是大陸以滿的東西 但人流連得到今天都算神奇 尤其是銀魂 銀魂都要人腰斬 都沒有被人斬 收客流程 又是編輯軟件 高台貴手 現在銀魂是很HIT的 對 如果當年斬了 就玩完了 就沒有了 沒有了賣星星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認識他 對 去到他後一個 就是座作目常 就是我們最初說的那個 其實 他唯一說 就是踢走了葉公宏 這位 我真的有說過 不如有馬你講一講 他嗎? 沒有啊 他就是 雖然不是說沒有事情做到 你看到現在針 2000年之後 他穩風成熟了 他也有 一定是加一些新的作者 但問題 你看到 現在所謂三立台署 就算你說美食業人 都不錯 我覺得他的人單來 就是 他有 平均來講 他做的問題 個人私心 他看得到葉公宏 我不是已經接受 是啊 其實他走了之後 現在這位 現任的 剛剛上任 剛剛上任的 平子吉九先生 應該都是 其實只不過是做了幾個月 他的公職 他將來有什麼大事 最後呢 其實未知 也希望他可以 令到針有長遠的發展 嗯 好了 我們說完 劇特編日長 我們說下一些 其他特別的事情 我比較想說的 就是單行本的問題 大家看到的 有些漫畫 除了附近的幾本之外 為什麼會長時間在針的包尾 又不會被人斬 呢 為什麼作者 是死都拿去針不走呢 那就是因為 這個單行本的問題 我覺得 這是個人意見 不如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我們剛才 咪後也有談過 就是 智橋歡 所寫的 滑鏡頭之宣 滑鏡頭之宣 長期 大家看到 不是十九就二十 鳳之 不會上到十五前面 與醫護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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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包尾 但為什麼不會被人斬呢 還有 例如我剛才說到 大家知道 上次我們說到 針一月畫過多少錢 但其實 如果扣上畫具 畫紙 助手費 其實不會很多 待會你們聽 那作家扣什麼 賺食呢 版權費 就出萬畫之內的費用 即是出單行本之後 如果你賣得到 針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單行本平均會賣十萬本以上 這是這本底線 賣不到十萬本 其實這本 蠻收加的 即是說 就算你說 最近說 大家都知道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他可以畫得十萬本 是動畫化之後的事 動畫化之前 他都不太能賣 但針就算沒有動畫化 你單速單行本 都可以有十萬本左右的銷量 那你的版稅 其實作家都賺到幾多不少 再加上 版權費 都可以賣出去 給電視台做的跨媒體創作 其實是 一度出一度收錢的 所以 作家 賺錢不僅是畫畫 今時的 跨媒體推銷 這方面就是 那針這個平台 其實是比較 跨媒體方面 它比較成功 而且容易賺錢 所以作家是死了去針 就是這樣 例如我舉個實際的例子 其實畫瓢喉之宣 其實在上 2010年裡 它的單行本 銷量 其實是 在Top10 排第9位 都有320萬本 可以跟銀魂 差一個馬備 差兩位 即是 它不差 即是說 之前 樹齡也有說過 畫風 但人們會買單行本 畫得漂亮 還有它有些故事上面 是看單行本 才會 離貫 看得順一點 又是 現在大家的銷量 不是特別高 是靠單行本 多多少少 可以賺到一點 如果沒有人 剪掉它 就會虧了 簡單說 其實 表達出 這些周刊的銷量 都越來越難去維持 因為太多媒體 可以用其他媒體 可以看得到漫畫 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麼需要 每個星期都要買 你本周刊事宣 這也是值得大家相確的問題 即既然這麼難得 出到漫畫 單行本可以賣 又可以出漫畫 可以出漫畫 你會不會先斬掉它 不會這麼笨 就是這樣解 還有我覺得 單行本 都會反轉 有些 就會是周刊 連載了漫畫 然後才出單行本 有些 反而 就出單行本 即人氣高了 反而 這些人 想知道後面的劇情怎麼 那我就會去買周刊 那這兩個人都有 所以他不會 這樣說 這種軟 是逆流 假如有個事件 例如 以前 四眼仔 不能仔細細細細細細 日劇化時 有人氣 所以被繼續畫下去 但日劇化完後 大概過了半年 大約半年多一點 半年多,連續多五、六個月才會斬 這個人氣可以延續到,但延續到多久就不是永久 如果你沒有市場生餘效益的話,就會斬這也是一個功禮 所以Hunter是不是也是這個情況? Hunter例外,因為副加魔力太強了,編輯不暗 我懷疑是黑暗絲,因為沒有證實 其實這兩集都說了不少針內幕的事情,概括了一點 當然,力代針有很多名作 威猴也很興奮地討論過不少名作 有沒有機會開一集說呢?就是另一件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有意見,就在Bord留言,說你的心聲意見 或者你想說什麼漫畫,我們會傾聽 做不做,另一件事 又會演兩位嘉賓 都是留言 多多留言,多多給予 如果留言激烈的話,我們就看看會不會說 你說哪位編輯不應該 哪位編輯不可以這樣罵他 你們可以說一下,不過我們不會理 不然我們是你一件事 好,那就歡迎收聽 希望各位今晚繼續看真日漫畫 聽到我們的節目,再見 再見 聽到我們的節目,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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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o 拜拜